我影片可能還在下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是這樣子 沒有 那可能沒家進來 分享的英文是什麼?share嘛 對不對 但很多人齁 以為自己在分享 但不是分享 而是show show跟share 了解差別在哪裡嗎? show我的肌肉 show我今天跑了多少公里 show我的姿勢 我很專業 show我懂什麼 這個是show 不要以為人家看不出來 都看得出來 那我做一點我自己的 我的繁星 我每一次在分享一個文章之前 我都會扪心自問 因為我也是人 我有時候也會想show 每個人都一樣 我會想show我懂這個很厲害 但如果我覺得我今天是抱著這樣的心態 同一篇文章喔 我就不按送出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原則 儘管是同一個東西 大家還是感受得到 這就是人奇妙的地方 那只要我今天真的是抱著分享的心情 我就按送出 我不是儲存 所以我認為show跟share 它有很大的差異 就你到底是想要好東西跟人家分享 還是你只是想展現自己 這兩個是不同的 這是我做了一點補充 辦課單位也是一樣 你只是想說你的課有多專業 你也一廂情願的說我的東西有多好嗎 還是你覺得這個課真的很好 因為我知道山姆 我懂他 他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我也想聽 所以我也想辦這個課 讓大家來聽 那我們一起出這個錢 邀請這個講師來聽 他把我這樣的心情來辦課 這個是share的心情 不是show我這個課有多專業 你們應該來付錢看我這個秀 這不是看演唱會 我沒有很帥 所以我每次說我的頭銜什麼不重要 重點是那個內容跟大家分享而已